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Philip 你好 是 莉莉 你好 好 要打算来移民美国的朋友 到底具体上要怎么样规划 通常来讲我们常可以说 我们把我们的资产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比如说我们的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包括些什么呢 比如说银行 证券公司的钱 或在其他没有 非美国保险公司买的保险商品 这个叫流动资产 那第二类叫房产物业 在海外的房产物业 其实房产物业是大家可能 在国内赚钱比较多的 那赚钱比较多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 不同的方式来解决 我刚刚讲流动资产的话 尽量多报以后 甚至我们说 尽量多报 尽量多报 因为为什么 你报了以后 这就是你可以光明正大进来的钱 白钱 对白钱不要把白钱变黑了 对 那第二个房产物业的时候 如果你在来美国三年内的话 你还可以 如果是你自住房的话 你国外的房子也可以用它25万的减免额 对 这样子 对 只是国外的资产没有办法用1031交易 那当然呢 还有些其他方法了 那如果呢 还有一些呢 第三个是公司的股票啦 股份啦 这些东西 我如果碰到这一类的资产 我们会可能在给客人做一些不同的建议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用说 可能夫妻票不一定要同时移民 比如说这公司股份高了 或者分红高 或者准备公司快要上市 这些的话 我们甚至可能建议说 可能一个先移民一个后移民 诶这个话 此话怎讲 你可以用一些身份差 而且做到一些很好的税务规划 例如 比如说 你到 你用美国绿卡的身份的话 或公民的话 它的优点是什么 在美国买房产的话 遗产税减美额就549万了 可是你没有的话只有6万 直接去购买 差多了 所以呢 有绿卡的来拥有美国的房产啦 跟其他的资产 可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在海外分红的钱高的话 或者你将来股份高要上市的话 如果你直接变成美国身份的话 那你分红的钱 加上公司如果上市以后 卖掉的赚的capital gain 钱太多了 对 这个也都是问题 我们后来碰到这一类问题 我就说 那先生的话 或太太可以有一个先晚一点移民 那没有晚一点移民的 拥有海外资产 那他当然分红了以后 因为他不是美国公民 又不是美国税务居民 又不是美国身份的话 他是不需要打美国所得税的 他还可以利用什么 外国人海外赠予 外国海外赠予是没有美国赠予税的 外国人海外赠予 对 外国人海外赠予 很多人不太知道一件 因为美国赠予税是打给的人 不是打收的人 是打给giver 对 not taker 对 如果给 你想想看 美国赠予税有两个例外 第一个例外就是说 如果给的人是外国人 给的地理又在海外 两个都同时 要必须同时存在 如果这些钱还没来美国 美国就要打他税的话 他还来不来了 那不来了 所以美国说只要是外国人在海外的赠予 任何金额没有美国赠予税 只是收的人如果是美国身份的话 一年一个calendar year 超过10万块以上 他必须申报 但申报并不是缴税了 应该光明正大的去申报 就申报了 为什么这个申报就可以解释了 一笔钱进来了 那本来这个钱就是先生海外的收入 那先生又不是美国身份 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进来了 那进来的话 那是不是美国税 这一块有赠予税不用打 所得税也不用打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但赠予税另外一个例外 就是你直接帮 帮 帮忙人付学费或者医疗费用 付到学校或医院的话 这个给的钱还是有限的 可是海外赠予就没有这个限制 对不对 所以呢这样来讲的说 是不是很多海外的资产就可以 如果利用先后差 如果公司要上市 我说上完市 等你的game都realize以后 再来变美国身份的话 那这些钱都是你落地钱赚的 是不是跟就美国没有关了 没关系了 所以像这些是不是可以用身份差 来做个调整 这个真的是要规划 是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 我们要可以利用这种身份差的话 有的时候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好处 如果有人说 那如果两个都已经移民了怎么办 那未来两三年公司要上市怎么办 怎么办 我常开个玩笑的话 这一般CPA比较不会讲的 那我们因为我不是CPA 你别说我开个玩笑 搬家 搬到没有周税的地方 OK 像Nevada Nevada啦或者Washington啦 为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在深圳 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 哎呀他在美国拿了绿卡十几年了 在深圳要准备上市 三年后要上市 可能有三四千万的 四千三千万的所得了 美金的所得 一算算要看要打一千万的税 心痛啊 那个时候CRS还没有来的时候 正在考虑要不要放弃了 我说第一个 你如果先准备搬家 至少省了周税 周税最高可以到13.3年 三千万损13.3的话 就已经四百万了 呀 第二个来讲 你还可以用一些 chirable planning 把一些钱做慈善捐助的话 他本来就有慈善捐助的intention 所以经过慈善捐助以后 他可以大概最后算上看 只要付两三百万了 好 那么我们把剩下一点时间 请菲利普来介绍一下 范宇集团以及范亚保险 在北加州的发展的情况 好 我们原来在北加 南加州 以人寿保险做hold sell为主 那我们在南加州 已经有我们自己的 realistic company 我们mortgage company 我们有自己的证券公司 跟fee based advisory 那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在这一两个月 我们就在北加州要建立同样的 整个operation要搬到北加州来 因为我们觉得一站式的服务 是现在客人最需要的 而且不管对客人来讲 是不是他在一个地方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对agent来讲 他的客人可以在不同的问题解决 如果有proper license的话 他也可以compensate 所以我们就从范亚保险增加了范语集团 就像当初Google变成Alphabet一样 所以以后的范语 我们就包括所有的金融财务 大部分的能够服务的项目了 这就是我们大概这一两个月 就要在北加州推出的范语一站式服务 所以是非常looking forward的人才 来跟Philip来面谈 来加入这个大家庭 好的Philip非常欢迎你 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感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段的节目到这个地方结束 接着我们take off commercial break 还有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